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迷分享的话题是 最完美结局 身影沙 陈梦 王曼各取所需 刘国梁如然以偿的开花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国拼女队的最新消息 众手周知 国拼女队的聘操临赛已经全部结束 最终 刘国梁成为了最大的胜利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最终的结局 可能就是刘国梁心目中畅想的最完美结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国拼的三位核心队 身影沙 陈梦 王曼最终都是各取所需 得到了自己最希望得到的奖励 那么首先 对于身影沙而已 他最希望的就是通过比赛的成绩 来收获一张十字名归的四拼赛门票 那么通过本次拼赛临赛 身影沙获得了女蛋积分的第一名 从容获拼超MVP 同时也收获了宝贵的直通四拼赛门票 这应该是身影沙最希望得到的礼物 那么对于陈梦而言呢 也是大有收获 当奥入会结束之后 陈梦 他成为了球迷们热议的对象 一个方面是因为陈梦是奥入会的女当冠军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陈梦曾经喊出 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 那么这句话被球迷抓住牢牢的不放 那么因此陈梦在团众会上的糟糕表现 再一次成为了球迷们口之笔伐的对象 那么陈梦需要一次重大的胜利 来扭转球迷对于他的看法 那么在最终在拼超最后的对决上面 陈梦战胜了身影沙 那么因此陈梦也帮助山东努能夺得了最后的冠军 也回馈了家乡球队 这应该是陈梦最希望得到的结果 因为陈梦实际上对于团众会 没有带领山东队夺得女当冠军 一直耿耿如环 他希望自己夺得奥入会女当冠军之后 能够回馈家乡 给家乡的球迷带来融入感 那么因此团众会上面措施冠军 陈梦肯定憋着一口气 那么现在在拼超领赛上面 陈梦终于是乳连长 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回报 那么另外对于王曼日而言 他作为女队的超新型球员 虽然说宁记比事情上要大一点 但是王曼日的核心举例身份 只是在东江日会之后才确立的 在前面王曼日在女队中的地位 比较的尴尬 一直都是以替补队员赔令球员的身份 在参加队内的一些比赛 那么现在王曼日在东江奥日会上面 参加了女团的比赛 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那么在全球会上面 王曼日再一次的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实力 那么在拼超领赛上面 王曼日帮助陈梦夺得了最后的胜利 实际上也让王曼日在球队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因为现在女队除了刘诗文之外 陈梦无疑一失 这个球队的异解 不管是个人资历还是个人成绩方面 陈梦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这个异解投行 那么因此啊 王曼日现在能够很好的取领 队友之间的关系 那么了 王曼日在球队中的核心地位 也会逐进被确立 那么对于刘国两者都要赢的 重点是语爱一场 从颁奖鼎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个刘国两内心也是非常的开心 当时啊 这个浮夸的表情也是引起了球迷的热议 当时这个刘国两给陈梦颁奖的时候啊 动作了比较的浮夸 而且刘国两口中啊 似乎还说到真的好重 说明了这个刘国两对于陈梦啊 还是记得厚望了 希望陈梦啊 能够通过自己的强大实力啊 扭转球迷对他的看法 那么现在 不管是陈梦 还是圣一杀 还是王班都得到了 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么刘国两看到股票内部啊 谈结一致 接下来将会全力去冲击四平赛 因此刘国两啊 才会如此的开心 小伙伴们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我感谢您的散开心的转换了 我感谢您的散开心的转换了 我感谢您的散开心的转换了